Hello大家好,我是认真生活的残死官喵哥 3月10日,规模高达1.9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修正案通过了美国众议院的表决 这项法案长达628页 在国会讨论时,工作人员花了十几个小时大声宣读 两党预言听得昏昏欲碎 碎醒后,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 而民主党人基本都投了赞成票 今天的美国两党政治已经完全演变为选边站 第二天,拜登就迫不及待地签了字,并发表了电视演说 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因为他上任才不到两个月,正级就超过了川普,碾压奥巴马 这都得益于参众两院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现状 局面不是很好,而是大好 这意味着到2022中期选举之前 拜登都可以大肆拳脚,推出一些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法案 就拿这次的大傻逼法案来说吧 其中个人可以拿到1400美元,在此基础之上 失业的人每周还能再领300美元,一直领到9月份 而如果你有孩子,还能再领钱 简单算笔账,如果一个三口之家 夫妻两人都失业,孩子还不满6岁 那么他们一共能从政府手中领取23400美元 平均到每个月也有近2000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目前三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是22000美元不到 所以这个家庭相当于什么都不用干就脱贫了 又可以快快乐乐一整年啊 根据美国税务智库TBC的估算 这个法案使得最低收入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0%以上 而最高收入人群仅增长了0.7%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可以算得上一个均贫富的法案了 然而,光这些补贴就要花掉800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简单换算成人民币,已经超过了我国08年的4万亿次级计划 要知道当年的4万亿可是救活了全世界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只要超过了4万亿 就还能把世界从泥潭中拉出来 因为刺激的作用是递减的 如今的经济体量也远非08年隔壁 拜登深谙其中道理,所以坚持要玩就够big 所以在1.9万亿次级法案通过后 他又开始为更大的2万亿基建法案摇旗呐喊了 如果基建法案也获得通过 我们就可以称起为美版的4万亿次级计划 不过这次单位从人民币变成了美元 所以我称其为说哈是刺激一点不夸张 拜登是卯足了劲要证明给大家看 他搞经济一样行,甚至比川普还要强 如果美国是一个病人 拜登已经没有耐心慢慢调理他的身体了 只要上大剂量药物就能让病人站起来 哪怕有再大的副作用,哪怕是回光返照 现在都不是拜登要关心的事情 毕竟自己能不能坐满这个总统任期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客观上讲,搞基建确实是提振经济的特效要 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 美国每投入1美元的基建 就能产生2美元的GDP收益 况且美国很多基础设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年久失修的情况 比如新泽西和纽约之间的隧道已经有110年历史了 12年还曾经被洪水淹没 导致隧道内墙壁脱落 设施经常出故障 因此时常关闭维护 严重影响两地之间的通勤 民众怨声载道 川普在任时就着手修建新的隧道 但是工程由于资金不到位 以及两档的内耗一拖再拖 资金89年了还没得到解决 你很难想象世界第一强国 竟然修条隧道都这么艰难 不仅是隧道 几乎所有大型基建项目都遇到了资金短缺和进展缓慢的困境 以至于彭博社的发文戏称 美国已经不记得怎么搞基建了 与此同时 中国却获得了基建狂魔的称号 特别是高铁网络的建设占全世界总长的70%以上 这严重刺激了美国 因此 在拜登的计划中 他誓言要建设全世界最清洁 最安全和最快的高铁 归来来说 拜登的大基建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高速公路和路桥工程 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倾斜 比方说 到2030年要在全美新建50万个充电桩 第二 高铁线路 这一块拜登说得很小心 没有提到什么高铁网络等宏大的计划 而只是提到了要完成部分线路 比方说08年就开始的 一波三浙的加州高铁项目 华盛顿到纽约的高铁等等 第三 区域内交通 给市民提供更多更便宜的通勤方式 第四 智慧城市 第五 机场和港口 第六 能源和水 拜登主打清洁概念 清洁能源 清洁的水 第七 宽带和学校 目前美国人就有2100万人还没用上宽带 很多学校的建筑也很成就 因此拜登打算投资200亿在乡村宽带基础建设 1000亿翻新学校 不过目前拜登并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 除了他提到的几处金额 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资金分配计划 不过我认为这个计划通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光是因为民主党控制着国会 还因为基建是两党的共识 只不过在怎么搞 以及钱怎么出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现在大家可以猜一下美国最难过的机构是什么 我认为是美联储 目前摆在美联储面前的有两大难题 第一是国债及收益率 第二就是通胀压力 我们都知道最近国债的收益率问题 经常成为大家关注的头条 不知道的可以看我们的上两期视频 市场时刻都在猜测 美联储会不会对国债失调进行干预 这个时候庞大的刺激计划一出 就意味着财政部要说哈式举债 从政府层面来说 肯定希望美联储能出手把收益率压一压 所以一定会对美联储明理按理施加压力 而我们上期视频中提到过 美联储目前并不想过多的干预收益率 因此双方肯定会产生矛盾 在这里稍微科普一下其中的道理 比方说一张十年期债券分为票面价值 实际购买价格和票息 也就是利息 票面价格和票息相对固定 而购买的价格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情况而波动 假设一张国债面值是100 票息是2% 也就意味着政府每年要向投资者支付2块钱的票息 这就是政府发债需要承担的成本 但是这张债券在拍卖的时候 并不是以10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的 一般都会有折价 比方说只卖了80块钱 那么每年政府照样要支付2块钱的利息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收益率就不是2% 而是2除以80 2.5%了 政府发债的成本就变高了 如果债券是溢价卖出的 比方说卖了110 那么收益率就变成了1.8% 这两种情况 十年到期时政府都只用还102元 显然政府就希望在拍卖时 价格能卖得高一点 收益率低一点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如果大家都热烈的抢购债券 债券的价格就会升高 而美联储就是那个能左右市场的特殊玩家 只要他进场 再多的债券都可以吃尽 甚至可以把收益率压低到0附近 这样对于政府来说 可以达到0成本借贷的目的 考虑到最后政府是按照面值换款 以及通胀等因素 政府借钱真的可以赚钱 也就是借100还90 到目前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8万亿美元 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近4000亿美元 因此政府迫切希望美联储出手拖住国债市场 并且把收益率尽量降低 在这方面日盈走在了世界前列 日本政府虽然大幅借债 但举债的成本非常低 现在就看美联储愿不愿意不日盈后成了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通胀 上期视频中我提到过一个概念 在现有通胀评估体系下 只有穷人才制造通胀 所以只要钱不流通到穷人手中 美联储就不用太担心通胀的压力 哪怕比特币涨到天 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大 不过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至少影响到大家用电和玩游戏了 不过影响还可控 等到哪天比特币真的涨到100万美元一枚再说 言归正传 这次疫情改变了一切 三次刺激计划直接把钱发到普通人手中 低端人群的收入比疫情前有显著提高 这恰恰就是市场担心的 如果CPI持续高位 美联储将被迫启动加息 因为对抗通胀是美联储最核心的职能 没有之一 然而鲍威尔似乎对控制通胀信心满满 他说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通胀 但绝对不会演变为长期的通胀预期 他是真的大招在手 还是为了稳定市场 故意那么说的呢 美联储前主席波兰克曾说 美联储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管理公众对通胀的预期 一旦人们预期未来物价上涨 这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因为民众会购买更多的商品 来应对未来的价格上涨 从而进一步推高通胀 从这个角度讲 坐在那个位置上 无论是谁都会和鲍威尔说的差不多 他不这么说 就不叫管理公众预期 也就不配坐在那个位置 但是实际上 熟悉央行职能的人应该了解 央行控制通胀的工具 非常有限 因为央行毕竟只是进行宏观的调控 没有办法精准控制前的流向 而在有限的工具中 前瞻性引导是最人畜无害的 也就是美联储向市场喊话 而市场也相信美联储 这种互动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鲍威尔已经很努力了 但问题是市场好像并不太相信他的话 如果这一招不管用 美联储的终极大杀起就是加息 不过这种方法的副作用也很明显 会阻挡经济复苏的进程 所以美联储并不敢轻易使用 就算CPI几个季度都运行在远高于2%的区间 美联储也很可能只是使用前瞻性引导 策略就是叫嚣着要加息 但实际不动 看市场的反应 如果还不奏效 才可能加息 根据上次鲍威尔的讲话 他对通胀的忍耐极限 有可能长达一年 介于前瞻性引导和加息之间 美联储还可以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来微调社会整体制进量 比方说准备金率 贴线率等等 不了解也无所谓 因为这些工具的效率有限 说到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鲍威尔就是在忽悠市场呢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别忘了 虽然美联储没有办法精准控制钱的流向 但是政府有 其实美国有一个最简单的控制通胀的方法 那就是进口 用大白话说 钱多了就增加商品供应 只要钱和商品的平衡没被打破 就不会出现大的通胀问题 而目前美联储开动印钞机 国内生产又跟不上 因此必然要增加进口 从数据来看 美国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行进 我查阅了17年至今 美国的货物贸易数据 并做了这张图表 从趋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疫情以来 美国贸易次次急剧反弹 创了历史新高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出口减少 而进口却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值 用几乎零成本印出来的美元 就可以到全世界去买买买 这不是在收割全世界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呢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多面性 我们应该避免只用一个维度去看待问题 今天就换个角度 如果美国真的走上买买买的这条不归路 我认为最终最受损的恰恰是美国 而最受益的反而是中国 这就好比一个病人 越依赖外部的营养输入 自身的造选能力就越弱 由于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资质国 占比三分之一强 在贸易战之前甚至高达二分之一 是最初的那条输血管道 也许有人会说 用真实的商品换回一堆纸 我们是不是傻 这个问题也要两面看 在当前货币体系下 美元并不仅仅是一张纸 而是全球通行的硬通货 不仅可以换回各种自身发展需要的资源 也是人民币内在价值的基石 无论是人民币 还是正在发展的数字货币 第一CP 要想国际化 都必须搭上美元这部车 等到这部车破败不堪时 大家自然会弃车前行的 到那时 美国国内产业雷若 又失去了美元这把保护伞 结局必然非常悲惨 所以 如果美国真的想这么收割全世界的话 最后也会把自己给收割了 我想美国的智库不会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然而 目前的体制 注定美国必然是短视的 对于拜登来说 只要在其任内经济超越川普就是胜利 对于鲍威尔来说 只要通胀和就业不出问题 就万事大吉 至于美元嘛 祖宗打下的底子还不错 还可以照一会儿 后遗症留给后任去解决吧 然而 时运在变迁 全球货币体系正在逼近十字路口 在那个路口的指示牌上 有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也有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 谁会成为下一个引领全球的弄潮儿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不准在有生之年还真能见证历史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时代 让人时而感慨 时而热血的同伴 让我莫名想起 杨胜的那首《林江仙》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好了 本期的文稿在公众号FinPad 请大家自行获取 每一个字都是喵哥亲自打出来的哦 喵 你说我这么疯狂暗示 他们会明白吗 要不然这么不要脸的要求 还是你来提吧 请大家按住鼠标 摩擦摩擦 点赞订阅小铃铛 谢谢您的支持 这期就到这里 Stay hungry, stay smart 我们下期见